哈喽大家好 突如其想要想来拍一个视频 也就是我女朋友松荣 我不是对政治很感兴趣吗 但其实他今天让我谈的是澳洲 马上要进行了大选 其实我对澳洲政治真的是非常的不了解 感谢到后面反省了一下 不管我是公民也好 或者是我是PR也好 他们选上了谁 我对我的生活还是很有影响的 这一次的大选在5月18号提前了一点点 工党为什么也就同意了 我们叫摇摆州 一个是昆斯兰一个是维州 也就是我所在的墨本的这个州 这两个州是还谁都不敢说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 就给一些花人朋友们讲解一下 澳洲这个选举大概是个怎么回事 我们会要选一些什么人 然后这些人会对我们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我会慢慢的跟大家解释 那么澳洲的选举呢 他是选什么呢 澳洲是没有总统的 澳洲只有总理 那总理就是执政党的领袖叫总理 有点跟英国的制度是类似的 这也是为什么澳洲的总理好像老坏的 都是党内同志 我觉得你不适任了 所以我跑出来挑战你 然后通过投票 党内的投票 当然是他代表 党代表选举 推出来我现在是领袖 那我现在就是总理了 那这一次5月18号的选举呢 也是大选了 要重新选出来一个执政党 选出来一个执政领袖 也就是会有一个新的总理 澳洲的联邦大选是每三年一次 参议员的任期一般是六年 众议员呢 是只有三年的 参议员是三年一选 每次选一半 然后呢 他们的任期是六年 众议员是每次任期是三年 成为法案 必须要经过参众两院的同意 多数都同意 过半 这个党里面有 有一个负责执行纪律的一个人 叫党编 他是负责去瞧票数的 你必须要跟党的利益一致 今年这个选举他要选151个众议员 然后40个参议员 如果你的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超过了一半 那你就自动成为执政党 你没有获得一半的票数 那就会出现了一个叫做Han Parliament 然后呢 谁可以参选呢 你只要18岁以上澳洲利亚公民 谁是选民呢 那就是公民 第一个是公民啊 你只要够18岁以上 你就可以了 你就必须去投票 而是强制性的 这是composary的 你在海外 然后你已经登记过了 AEC也就是他们澳洲选举委员会的网站 他们登记过 海外的人呢 还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参加选举的 你可以通过邮寄啊 你可以通过电话 现在就可以提前投票了 4月29号开始就可以 你可以去有一些叫做Earlier Voting Center 24号所有的提名人都出来了 我们这个选区叫Horton了 我们这个选区已经有非常多的候选人投递的广告了 像澳洲就选党没有选人的 你觉得这个党好 你就选这个党 然后这个党里面具体有什么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关于大选我就介绍到这里 政党的部分呢 澳洲呢 其实主要政党有那么几个 最重要的是两大党 由自由党的领头 把一些右翼保守派的全部吸收进来 然后成为了一个政党 联盟党呢 它代表颜色是蓝色 这样呢他们在众议院的席次呢就能过半了 达到74席 美国也是红蓝两大党 澳洲也是红蓝两大党 但是呢 他们彼此代表的意义啊 是完全相反的 这个联盟党呢 现在是执政党 联盟党啊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他们还是很重视经济这一部分的 希望就是税收能够减少 然后呢 对于人民的约束能够减少 减少税收呢 呃税收 但是减少税收意味着什么 就要减少支出嘛 所以你政府很多大的项目是需要钱来去运作的 那就不一定有这个钱去运作了 而自由党呢 一向他们的都是减少福利 我政府可以把税收减少 虽然福利你们你们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你们手上拿了钱更多 你们更自由了 他们的选民啊 自由党选民呢 一般都是属于中产阶级 他们这一群人呢 更在乎于经济发展 这就是联盟党 然后啊再讲一讲就是澳洲的工党 也就是laborlabor party 他们呢以工会啊蓝领 他们其实思想更加激进一点啊 思想更加激进 然后倾向于高福利 说白了就是多点给人民发钱 看似很好 但其实对于国家总体来讲啊 并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提到了 特别是悉尼跟墨本的 大城市交通特别混乱 根本就是拥堵程度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法接受的程度了 我深有体会了 每天开车 其实不堵车情况下15分钟就能到 每天堵车堵一个多小时 这已经是大城市的通病 然后感觉他也无力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如果是工党上来的话 更加能体现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们并不喜欢于把钱呢 去做这种大的工程 而且他们更加相较于就是说 希望把钱是发到人民手上的 而不是做这些所谓的公共建设 然后他们对于移民的政策呢 社会底层竞争是竞争率是比较低下的 那他们就不希望有太多的人来抢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特别是他们反对那种工作签证的 临时移民进来人是更加的了 但是你是没有人的 澳洲的确是一个非常缺人的国家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还更加减少了新的血液流入的话呢 经济肯定是第一个受影响的 我在这里我并没有说倾向于哪一个党 只是说在我看来 工党对于华人来讲 有很多民调也显示了 澳洲的华人其实并不那么支持工党 最近还有一个小小的政策叫做复扣税 提高提高税收 然后呢福利就能增增加 然后他还有好几个小的税项 他也都是不是那么受人欢迎的 因为经济情况就这样 因为现在总体的澳洲经济是走下行的 总体来讲 工党呢 他们现在唯一为什么呼声这么高呢 是因为他们提出的一些移民政策 是比较输到现在当地人的话 人都赶到偏人地区去 所以那些人就不会来大城市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可取的 而不是说啊 因为你想我现在要挡着新移民到大城市 这样大城市的敲通就会变好了 不会的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是不会的 因为很多都不是移民来的 很多都是像可能是来工作的 他持有工作签证了 临时签证的人为多 而实际上拥有永久身份的人呢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的 这才是问题 今天这个就扯远了 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些政党了 那我还有一个政党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叫绿党 要要可持续发展非暴力 草根民主啊 反一切反一切就是破坏环境的东西 澳洲的绿党呢 是呃他在参议院的席位有九席 一些的议题呢 的确是受到了有一些团体的支持的 就是那些所谓的反环保团体啊 或者是一些支持难民权益的团体 呃那么介绍完政党之后呢 那我讲几个点吧 就是说还是以切身的利益为主 其他的呃建议的话 我倒没有特别的 就是说在这两个党之间 你应该怎么选择 或者说你支持环保 你希望你希望去支持绿党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就是自由的言论嘛 自由的想法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所有的选择 对于你投推的政党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政党能不能他推行的一些政策 会不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对你的家人造成一些影响 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有的他自己本身是公民的 然后他的配偶啊 或者是他子女啊 或者是他的一个父母 想要移民或者是想为成为公民 那这个党的政策能不能够帮他实现 呃我觉得在这边投票 你是参与到这一切当中来的 你你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你的想法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走向 这个政党就是帮你实现这个想法的人 他们也许不一定能实现得了 但起码他们做的方向是你希望的方向 工党的领袖自由党的领袖都开通了微信 然后开公众号 希望传达一些他们的想法 给华人的社区嘛 因为微信这个东西说实话 基本上也只有华人社区在用 所以他们还是非常的重视华人的社区的 所以我们的票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所有的华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来 就是有选举的这个资格的人都要去选择 正确的选择不要太随便的去选择 因为这个是关乎到不仅仅是你 是关乎到整个社会 而且关切到你的家人 当然了我说过了 就是那三个原则 第一个看它会不会影响到你 然后会不会给你有切身的利益 会不会对你家人带来切身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点 有这么一个讲法 就是说越民主越发达的国家的人民 越不在乎他们的选举 因为其实谁上来都一样 因为制度就在那里 制度还是很完善很完美的 然后在这个制度之下 其实无论是谁执政 对这个国家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不会有根本上的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相较而言 如果是按这样来讲 我觉得澳洲其实还算是非常健康的吧 它的政治性 我觉得澳洲总体来讲 虽然他们也有耳朵 虽然他们也有很多的争吵 然后也有很多比较荒谬的政策吧 但是相较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选谁其实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吧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是花人 所以我们要集体支持谁 我们其实不需要了 在这里就是没有集体的利益的了 就是你关切你自身的利益 做好你自己的选择吧 那我觉得就说到这边吧 然后希望大家在投票那一天 都能选到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谢谢